新京报记者提问 今年春运探亲 务工 学生 旅游等几大客流叠加 客流客运量同比应该会有较大的增长 运输的任务繁重 那请问针对今年的春运形势 交通运输部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谢谢 今年我们的客流将创历史新高 这是两方面 一方面是自驾出行的客流 大概有72亿人次 另外一方面就是公路 铁路 民航 水运的营业性的客运 将达18亿人次 加起来一共90亿人次 为了做好平安春运 便捷春运 温馨春运 我们也开展了情满旅途的活动 这个活动也是我们和有关的部门共同开展的 来细化我们的服务设施 一是改善自驾出行的服务体验 包括我们加强路网的运行监测 提升收费站的通行水平 加强服务区的服务能力 二是我们保障物工流 学生流的有序流动 特别是我们针对这个物工流 学生流的这种集中往返的这个情况 开展了团体票的预定 上门售票等服务 出行集中的我们将提供包车 甚至包裂 包括这个铁路的包裂 三是保障旅游流 有序流动 这个主要是针对重点景区 因为春运期间有的地方天气已经很好了 大家这个休闲旅游也是 这个假期的一个重要的活动内容 我们将强化这个客流运力的信息共享 针对性的投放一些运力 来保障重点景区 做好这个旅游和运输各方面的衔接 四是我们保障重点群体的便捷出行 特别是老幼病残孕 这样一个重点群体 我们将对他们这个关爱 同时对于这个军人等 这一类的重点旅客呢 我们还要落实这个乘车的优待政策 知道视频有趣有料的新闻短视频 请不吝点赞订阅